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许许到来,我是老徐 这期节目我们再来说说小米摘帽这么一条新闻 北京时间是昨天吧,是我们看到关于小米前一段时间被制裁 是美国的法院终于是有了一个正式的判决 美国东部时间5月25号的下午4点09分 美国的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颁布了小米的这个case的最终的一个 结果,他是解除了美国国防部啊,是对于小米公司的这个中国军方公司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认定啊 正式的这个撤销了美国投资者购买或持有这个小米的股票的限制啊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雷军啊,也在这个微博上面呢也是发布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啊 这个信号我们来做一个解读啊 应该说我们看到是老特啊,从这个他上任以后啊 尤其是跟中国打了一年贸易战以后啊 他发现这个收效好像不好啊 所以呢,调转枪头呢就开始打压中国的高科了啊 从这个让加拿大以这个卑鄙的这个手段啊,这个关押孟晚舟开始啊 一系列的这个打压我们这个高科的高科技行业的这种动作啊 包括说这个他在这个离任之前吧,一月份的时候还拉了一个名单啊 一块这个制裁的呢,还有这个除了华为以外啊,这个还有小米大疆啊 包括中芯国际 之前我其实还看到过一个更长的一个名单 44个公司一块被他制裁的啊,44个公司啊 但现在这个小米呢是终于是解套了啊 终于解套,解掉这个军方的这个背景 之前其实美国国防部啊,对这个小米的一个指控啊 真的让我感觉这个美国的现在这个水平啊,简直就是一个泼妇骂街啊 你就算是要弄一些这个阴暗的手脚 其实咱们就是说啊,你还是要照着这个游戏规则里面在玩 但老特的话呢,他是那个乱拳打死这个老师傅啊 他本身不是建制派出身,又不是这个政治圈的人啊 所以说他完全是不管你那套啊,他就是随便找一个借口啊 反正反正就是大家最后都是玩玩的游戏啊,目的都是一样的嘛 就是要限制你中国的这个高科技的发展啊 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他反正就这么做了啊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拜登啊,这个老拜他上去以后的话呢 老拜呢还是念过书的人,还是有自己价值观的人啊 所以说老拜呢,他至少说从这个制度上来说呢 他觉得这个你的这个老特之前的这个指控的话呢 呃,程序上的瑕疵太多啊 比如说他说这个小米啊,之前被指控说是他的研究的一些技术啊 是野心勃勃啊,好像好像这个是直接会危害美国的这个社会公共安全 什么技术呢?就是他的这个5G啊,包括人工智能 你研究5G跟人工智能就是危害你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吗 说一定是跟中国的这个军事有关的这个技术啊 那这个法院觉得这个指控啊太牵强 还有一条最关键的呢是他是说这个雷军啊 就是这个小米的CEO本人啊 他说雷军受到过中国政府的表彰 那这个就更奇怪了 难道以后你美国来上市到你美国这个来设点的公司 都是要在人家这个国家里面明福建金赚二三流的公司吗 那当然是一流的公司到你这里来啊 他一流的公司我自己国家表彰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表彰又不是表彰你违反这个危害另一个国家的这个社会公共安全方面的事情 主要就这两条吧 然后这个小米呢也没有做进一步的这个反诉啊 就是解套了 OK就就这个消息公布出来就完了 那剩下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雷军啊就应该是准备要去要去打他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 想一想这个小米在美国怎么打法啊 关于这个这个新闻的话呢 我其实有几个想法 第一个呢 我是觉得首先先说一下这个小米吧 就小米也好 这个华为也好 包括这个国内四大品牌啊 包括这个你像OPPO跟Vivo 基本上呢 我是对小米的这个印象呢 我算是一个最好 为什么呢 华为也不错啊 但是华为呢 我一直觉得他的品牌啊 所谓叫做Branding 他的这个品牌设计啊 就是公司整个的这个品牌的形象啊 不够深入人心 你能告诉我华为的这个他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吗 你能告诉我Vivo的企业文化是什么吗 哎你你你也许能告诉我阿里巴巴的文化是什么 对吧 你你你一句话总结不出来不出来 你说个几句话我相信你能够说出来 但是小米就是你一般来说你可以很清楚的说出来 小米走的是什么 就便宜嘛 一开始搞的这种饥饿营销也好啊 包括说这种打的这种低价的路线啊 他确实是收到了一些效果 而且呢 应该说他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手机方面啊 功不应求啊 至少说在上海来说啊 小米在上海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啊 去年开始下来了 19年开始吧 大概就下来了 但之前的话其实他是比华为要高的啊 19年以后的话 因为出了孟晚舟的事情啊 大家的这个热情呢 是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当然华为能够起来 我也很高兴啊 我希望我们的这个国产的这个电子产品啊 越多啊 越好 但小米的话呢 我确实觉得他是从这个企业管理 尤其是品牌的这个塑造啊 所谓叫做branding的这个品牌推广 他这块来说 我觉得做的比其他的国内的手机行业都要成功 像什么 像什么锤子啊 那种啊 那个就是完全就是我觉得 难怪他要破产啊 完全是一个二流的一个企划 在给在给这公司在做 完全不行啊 小米你看他挺会来试的 而且他本身来说 你说他的产品有什么高科技吗 没有 人家就是一个安卓对吗 就是一个很很简单的 华为还还现在有自己的这个 HarmonyOS 有自己的这个鸿蒙 对吧 他包括说芯片也准备自己研发什么的 他是脚踏实地 他是硬工啊 硬桥硬马啊 凭硬功夫打出来的 那确实是起高你一招啊 所以人家卖的好也是没有什么好好质疑的啊 但是小米说句实话 他那个东西啊 他就是卖的是一个idea 就是卖的是他的这个 营销的这个能力比你好 包括苹果一开始 他整合资源以后 他玩的就是一个创意 这个也是一种能力啊 也是一种能力 小米的他的产品的话呢 他真真正正的我是觉得做到了什么呢 就是物美价廉 或者讲的难听一点的就是说 假冒不伪劣吧 当然这个假冒我们打引号的 人家是有自己品牌的啊 也不能说假冒 抄袭不伪劣 就这么说吧 抄袭不伪劣 有一部分抄苹果 有一部分抄Samsung 但是呢最后我吃过来以后 变成我自己的东西 但大家看到现在的小米 可不只是手机啊 它有很多周边啊 比如说我相信很多人 都有小米盒子吧 对吧 你知道一个Apple的 这样一个盒子要多少钱 但你最后 你在家里面用的时候 是不是都一样用 是不是小米盒子更好用 坏了就坏了 换一个也不心疼 三百块钱的事情 对不对 中国人只要想做一个东西啊 那我跟你说 从性价比来说啊 没有一个国家能跟你比 为什么知道吗 一个是我们直接能够拿到原材料 很多的这个零部件啊 说来就来了 甚至很多像一些这个 你像这个做这个电脑鼠标的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鼠标 百分之以前百分之九十几 全是什么 全是东莞的一家公司做的 后来呢 这个分了一部分出去 但是还是有百分之八十以上啊 所以咱们开玩笑说 东莞这家公司 它有一天如果出了一个事故 这个突然之间 比如说把这个翻车了 或者说这个突然之间这个都报废了 那马上这个鼠标就要涨价 因为中国人他只要能够认真的做一个东西啊 一个是材料 他什么东西都是马上能拿过来 甚至很多材料啊 他在用的时候 他都不要把钱给垫付进去 最后就是可以玩 销售完了以后 大家大家在回回款 这个东西在国外啊 大家知道就如果你是读过这个销售里面比较高级的 比如说一些这个NBA里面什么 他会告诉你啊 这个其实很难做到 很难做到 你要去说服 你要去什么 你要去花很多力气 但这个在中国人的这个头脑里面 这个是什么 就是一种本能 有的时候甚至一个村 一个村里面 大家就整个的是一个体系 我就在你这拿了这个 我在他那拿了这个 然后张家李家王家赵家 你们过来帮忙 然后整个的就出来了 他这东西就出来了 这个在国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他完全是不可能有这个能力 还有一个呢 就是中国人的这个人工 制造业最关键是什么 就是人 大家不要觉得就是有人就有制造业 这个观念不对的 首先你要有技术 经过技能培训的才是有用的 劳动力 才是有用的技术工人 而且你要有这个纪律性 有技术有纪律性 还要有什么责任心 996 老黑啊 那些老黑 你手把手的胶态啊 你把他头摁在桌子上啊 他都他都不愿意996啊 他跟你说弗洛伊德一周年了 你为什么还摁我啊 没有用的 这个是教不会的 真的是不行啊 中国人就讲句不好听的 天生啊 就是劳碌命啊 就是你事情没有做完 我就是会自己加班 休息天 有班家 有些工人啊 对有些这个工厂里的工人啊 他反而觉得是一种高兴 有收入了吗 当然好了 不理解的这个中国国情的人会说 你们多可怜 休息天还996 还007 怎么怎么 但反过来说啊 你看国外有些 有些这个人的状态啊 他确实是朝九晚五啊 五点钟准时走人啊 但是他的这个生活 几十年如一日的不变啊 他的收入不增加啊 他想这个996 能够多拿点钱拿不到啊 那你说这个是好还是坏呢 对吧 你在中国 你加班 你就是可以给自己多增加一些收入 有什么不好的 我有的时候我周末我不去 那我就去放松一下 我就去玩吗 我觉得挺好 对不对 你通过自己的这个更多的付出 你给自己增加一些收入 这不挺好吗 就说回来啊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制造能力吧 我觉得应该是他在美国 能够去打市场的一个一大利器啊 还有一个就是小米的branding啊 我其实 我其实还是比较期待啊 我看看他这个除了在在中国玩的这个饥饿营销以外啊 我看他在美国能够怎么玩 包括说 这个 他是不是还会涉涉足一些这个 比如说虚拟货币啊 比如说这个 新能源的这种行业啊 是不是还会有一些 这方面呢 就是我比较期待啊 那么这个是一个啊 他的这个帽子呢 是暂时的这个军工背景的这个帽子摘掉了 但是呢 我有一个隐忧的一个担心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从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啊 他的这个建制派一贯的这种做法来看啊 他要制裁你的话呢 他不是从这个像特朗普 就像老特那种明目张胆的跟你这个耍流氓 他就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一个东西给你啪一安 然后然后就是把你放到这个黑名单上去了啊 这个顺便顺便说一个这个题外话 美国的这个这个 他的一个国防的这个 国防部的这个黑名单啊 很有意思 他只有放上去的这个规定 但是他从来没有去掉黑名单里面的这个公司 是什么条件才能够去掉 所以呢 只要你被放上去的话 你就一定要走这个什么 诉讼的这个流程 这个其实本身也是美国的这个流氓的这个地方之一啊 因为这个增加了你的什么 我们这个大家学过这个 学过NBA里面 或者你学过一些这个经济类的课程 你都知道啊 叫procedural cost 就是增加了你的这个程序性的支出 有些事情啊 他不是说原则性的难度 他是程序性的难度 比如说他跟你说要办一个事情 但是问你要的文件啊 可能有45个文件 一个文件可能有些 七八十页 一百多页 两百多页 你要凑齐这堆东西啊 照着他的这个顺序下来 然后你交过去 然后他审理的这个过程中呢 还不断的根据你某些文件里面的内容呢 再进行这个盘问 再进行第二步的追加的文件 整个的这个流程呢 变得相当的繁琐 这个叫做procedural cost 这个是另外一个难度 而民主党呢 我觉得可能啊 他走的是这个路线 大家知道美国的这个 他是一个三权分立嘛 立法 立法 行政 司法 分别是分开的啊 所以说不见得他在一个环节上面 放你绿灯 这个马路啊 这个关口就放你过去啊 他整个的会给你一路开绿灯啊 以现在中国跟美国的这种 越来越紧张的关系的这种状态啊 我是觉得更大的可能性的是 拜登呢 因为他是 他是受过教育的人啊 他是这个 从这个政客啊 一路一路这个做上来的 所以呢 明显有瑕疵的这种东西啊 他自己都说不过去啊 这种指控他自己都说不过去 就取消掉了 但是啊 他后续要想办法来这个阻碍你在美国 尤其阻碍你在这个高科技方面的一些发展啊 他一定是有很多的这个后续的文章可以做啊 所以大家这个不要觉得说哎呀 这个军工背景的帽子摘掉了 小米这下子就是没有这个 没有后患了啊 不一定 我的看法是可能有点悲观吧 但是我是觉得不一定 美国以美国现在的这种心态啊 其实他已经很着急了 不知道他会用出什么手段来 好 欢迎大家这个订阅收看我的频道 并在下方给我点评留言 好谢谢您的收看